跟着健身教练强化肌耐力 挥寒运动的同时也能享受愉悦感 疫情阴霾过后 预估到2026年 大陆健身产业商机上看1082亿人民币 凸显现在大陆Z世代对健康的重视程度 去年一年整个教练端的培训大概有2000多场 第一类就是零基础的教练的培训 第二类我们会针对现有的教练的一个专业技能的 提升我们会做一些进阶的一个培训 所谓Z世代指的是1990到201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 占大陆总人口约19%有2.6亿人之多 这个族群历经疫情洗礼 又得面临景气下行 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生活压力 因此追求健康养生与身心灵疗愈 成了Z世代一大特色 经常你会听到就是说 可能原来70后80后的青年 他们还在我们说可能去喜欢唱歌 喜欢一些这种运动 但到90后的时候 你听到更多是大家一起约着 可能去做养生 去做户外的有氧运动交流 这个趋势是越来越丰富的 身体的这种免疫系统跟个人的这种后期的反应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我觉得对于我同龄端的人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而且注重健康饮食健康睡眠 还有一些适量的运动 配合呼吸吐纳稳定情绪并唤醒身体的自我觉知 家族在大陆投入医疗产业超过16年的Lemon Lee 同时也是位瑜伽老师 他在昆明开设的师资培训课程 动辄二三十人 甚至八十到一百多人报名 反映当前市场需求相当火热 不只借由运动释放生活压力 大陆年轻人更重视养生保健 根据二零二三年 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 十八到三十五岁年轻人的消费偏好 以旅游的百分之三十二排第一 电脑手机排第二 另外把钱花在养生保健的比例 也不遑多让 比如像小红书或抖音这些流媒体平台 其实也帮这些不管是保健食品 或者是类药物的保健食品 创造了很大的流量 所以比如说就会细分到不同的赛道 针对男性的女性的 然后是比如说18岁以前 然后18岁到25岁 所以这条链条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地区 其实是蛮完整 而且其实大家现在关注度也很高 在我们的额头上面 做这样的一个开穴动作 来回大概五六次的一个开穴动作 透过穴道按摩 舒缓紧绷的肌肉 能放松心情 外观也变得更年轻 在对岸发展超过17年的保养美妆达人 同时擅长命理学姓名学 他发现疫情过后 民众工作和收入不确定性增加 带动命理资商预约天天爆满 替顾客指点迷津的同时 他也建议可透过熏香 精油和冥想让身心安定 他们要找寻心灵上面像 就是阳光型的一个平衡点 所以会有这一些的产业开始出来 很多的餐厅会开始出现露营餐厅 我让年轻人释放 你不去户外的话 我把这个餐厅做成露营式的 开始慢慢出现很多这种餐厅 或者是宠物餐厅 不用太多装备的户外活动 像是冲浪 露营野餐 越来越受欢迎 大陆Z时代对人生的观念翻转 同时也创造商机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